tot circul rate 平安是從這個课 18、17 manten開始 int前的說出來, 二個主要 就是 立受政法的菩埃 OLGAL littEN Why NUP 但是,若是下心命財,才可以取得三件法。 就是,它有關到這個修道,取得無極之心。 第二,就是取得無共之名。第三,是無心之財。 就是說,若是願意下心命財,有種生努力。 那麼,就可以取得這三種。 將來,應求無辨的這個心命財。 那麼,第二段,就是主要要說這樣。 說現在這個,又... 發折折折的時候, BQ、BQ年,優寶石、優寶魚,都會結軍、結軍。 這樣。 讓最完結,讓最受過。 那麼,這個就是要說現在的這個時期。 但是,還有一個問題, 它是說,可以輸到中生, 突然,突然離散。 所以,這個心滿夫人有哪知道? 知道這個辦法的時候,就有這種現象。 但是,真的如果是有下到正理的人, 就是不疼強。 不疼強。 不疼強。 不反悔。 要逃避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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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這個就是這樣。 不疼強。 就是說,要用這支心。 不要用欺騙的。 認人說, 就是說,一個眾生的性質這樣。 你就會為背書來證明。 就做到順中生的性質。 那麼,這個叫做疼強。 第二呢,就是說, 不要欺負強。 不要欺負強,就是說, 不要欺負強,就是說, 不要欺負強, 就要欺負強。 這個就是要逃避政法。 一個菩薩行者, 它到底沒有欺負強。 第三,就是說,不反悔。 就是說, 就是說, 用國中、虛假。 那呢, 援負強、 爽負強。 啊, 耍手段。 齁, 他說, 如果要逃避政法的人就沒有這個問題。 還是這樣, 搞不好呢, 才可以因得眾生, 回復, 對政法來這樣。 那麼, 現在這個就是要注意了。 要注意, 怎麼說呢? 因為, 如果能夠用一支來證教, 來逃避政法, 那麼, 眾生入政法。 這樣比較成為一個政法的佛地主。 跟政法的佛團隊。 齁, 所以這句叫做, 入法定中。 齁, 所以重要是這樣。 不過現在就沒法, 沒法度。 這個法書齁, 有的很會耍詐。 啊, 耍手段。 啊, 看眾生你就慶祝什麼。 所以就現在說行犯、 我們消極, 用設定中, 問一個消極, 就這樣奇奇怪怪的問題出來。 齁, 這都沒對。 那麼, 我們再來看, 後來看, 對這個, 我們要說的, 對一百十七個佛。 剛剛說的, 那個人證, 佛道和這個聖萬夫人, 兩個人說出來。 那麼這個, 可以對這個, 入法定中, 必為主佛, 其所受益。 因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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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立即成立的伏法, 讓它們調整一下。 這裏就是臨法定下, 就是訴訟抵出, 因爲, 因爲現在的訂達就是BQ、BQ年, 跟郵寺、郵寺、 因爲, 這樣就訂達了。 3米、3米、 奶跟燒寒毛那, 因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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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要在家中? 因為在家中有的 他負責沒一方 對負責、不對負責 就這樣順序的意思就合不來 這個問題就是這個公教 但是他們就在訴訟地處 BQ、BQ、尼、優保釋、優保餘 就是這個為菩薩得入政法 就是給這個立政法的人來立政法 他們就所有的眾生給他入政法 這樣才是真的偉大 但是這個做分證兩點 第一 因為他受政法立政 和菩薩受政法立政 就是他負責政府政法的實際 這個叫做立政法 但是他有哪依政法來領受中心 那麼他本身可以受到發佛大心 佛精神 所以這種人 他本身發佛大心 還在教育中心發佛大心 這種人 所以受到主佛所記佛 可以替他特別 替他受基 說他當時生佛這樣 這句話是說這樣 佛精神是受政法在受 但是還在教育中心 有哪裏受政法這樣 這種人 都會受到佛 幫他受基祀佛這樣 這句話是說這樣 受主佛 那麼這句話 就是聖萬夫人說的這樣 那麼下面他再叫一句世孫 我建立受政法如是大力 佛有實感實體為發金本 為通達法 為政法意 適色提建 那麼我們來看 聖萬夫人他再說這樣 佛生在佛精算法 在佛精算法 你應該請佛印證這樣 因為這個世間就對了 這個世間就是 這個世間就是聖萬夫人 表達 他的心境 所以他在 說出來 給他覆蓋印證的頭上 所說的這句話 這個叫做 你應該請佛印證 所以他到底說對 不對 佛在下面這段就開始跟他講了 這個話這樣 這個叫做 你應該請佛印證 那麼今天 如果要說立受政法 在這個月的時候 可以因得眾生入政法 不是他隨便開嘴 信靠開河 說到天花亂對地用盡量 但是呢 這個一定要注意 鋼筑法 為了要讓眾生沉浸 有哪要因得 百分經的法 一定要這樣 不是用自己想 這就怎麼說 怎麼說 怎麼說 就說到天花亂對 通常說他 但是佛法 並沒有相關 這樣不行 聽醫藥 大家注意這個問題 醫藥給注意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不是在佛中的 當初佛德在世 那個時候 來為佛所法的 現在是佛法的時候 我們這個 就是為佛所法 但是為佛要講一本經 那麼我們佛中的經 來引請 這句話剛才合作一本經 會做一句話 完全客氣 完全客氣 這樣來就比較不對 這個是跟我們說明這樣 所以這個現萬富人 他總結說這樣 五件立場政法 如是大力 他說我 所看到的 已經有立場政法了 有阿民所說的這個大力量 那麼這副經營 有一個說話 叫做大力主 大力王 就是叫佛德 那麼這句話說這樣 這個政法 如是大力 下心命宅 才可以建立政法 這樣 現在要注意這點 下心 當然這個 剛才說的 這是一生 那麼這個命 就是一生 那麼這裁就本身在這個世間所得的 這裁財物 他說如果是有這樣的 願意 願意下掉生命宅 這樣比較有可能建立政法 如果今天我們對世間的這個 生活一生 以及你股一位的財產 減一位這個財產 你感覺很貴 一時就放不下 因為你要建立政法是比較困難 因為你入了什麼 這個健談 就使你 不可能來建立這個財產 因為有財產 才可以建立政法 才可以開業政法 這是那個說明這樣 所以現在 你說 處 就是這個 楊退主來說 他說佛德 有說過了 佛德是時間實體 為什麼呢 為什麼佛德比較有時間實體呢 因為這句話叫做佛德 因為佛德 因為佛德 正如實體 所以他有這個叫時間和實體 齁 這是我們說和佛德的意思 我們說和佛德 所以我們來 比如說有的人 世間人 還讓你我們說 我們是 或是近世 來講 就不如佛德 我們是說 他有看真正 但是世間看真正 有的人是說 立千秋支架 那有可能 這樣可以 那就是說他看真正 就是說他要立千秋支架 但是世間的這個架 那不可以千秋 齁 一千年 那有可能 不可能 我們現在來講 妖孫 他就從這個世間就放掉了 所以那個公天下 他沒有一位 這麼沒有基於 就是這個 母王 他怕得到 他的天下 八百年的自由 但是五百年 叫做什麼 叫做春秋 後三百年 叫做建國 如果你看看 母王 他本身建立 這個秋 起來之後 他沒有幾年就死去 齁 來外國 成王 秋公 還在副成王 你跟神公 這樣開始就 他才兄弟就開始亂了 對你們知道這個歷史 就是這樣 所以世間人的夢想 要建千秋支架 應該是沒有 有的人說 我們說 看真正 這個實在是 我們那時 但是佛陀勒就跟他講 因為他有時間實體 所以他的感靈見 靈靈 靈靈 靈什麼呢 就是父母 靈靈靈 靈一切法 該原生奔空 所以這個原生奔空 他知道 那個空 就是叫做如實力 如實力 所以如實力 就是有這個叫什麼 靈靈靈靈 靈靈 靈入實力 就是有靈入實力 靈靈靈靈靈的佛陀佛陀 這是在水平這樣 所以佛陀的靈靈 比較是固定的緩緩 我們知道嗎 其他就沒有固定的緩緩 這點請我們大家信仰 就是日生的性人 他雖然是正主法本空來講 但是他沒有靈靈性地 所以他也沒有再緩緩 這點是在水平這樣 所以佛陀的靈靈比較固定 所以請佛陀為入實力 這個就是佛陀的靈靈靈 跟佛陀為入實力 所以這個入實力 就是佛陀空性的一種 像是正話 這個叫做入實的地 那麼這個實力 就是佛陀的意思 佛陀的靈靈 再來呢 實力就是佛陀的一切種地 這個就是什麼呢 空幼 空幼 空幼兩行 這是政府跟我們講過的 農總知道是主法一切空 甚至呢 他不斷政主法一切 甚至呢 還在開國主法不同的相 跟不同的法 這個叫做什麼 一切種地 那麼這個佛陀為法的金本 為什麼佛陀為法的金本 因為佛陀的一個明星叫做入來 為什麼叫做入來呢 因為 政如來政法平定 所以佛陀為入來 那麼這個就是說 佛陀的金本 但是他為了求金 通達法 所以為政法義這樣 那麼這個什麼叫做政法義 這句政法義呢 什麼呢 佛陀的一種的遵合 叫做政法義 所以政法義為什麼請為佛陀呢 就是什麼原因呢 因為佛陀的政法 佛陀用政法來供給眾生 知道嗎 所以佛陀為政法所義 佛陀為政法所義 佛陀以政法來度眾生 所以佛陀為政法義 政法所義 但是他就是佛陀來提醒 佛陀一種的遵合政法 所以佛陀一種眾生 所以佛陀一種眾生 那麼這個佛陀的政法 佛陀的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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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這個佛陀的政法 佛陀是說這樣 跟佛陀一種理論 對 佛陀 分靈一靜患 受無重經 輸重經 政無上政法 無上的真理 所以佛叫做政法義 所以政法義就是一個清佛道 所以人家在說說所義為政法義 那麼一切一切法 這是叫說這個無中的屬性的一切法 跟一切屬 跟無量重心的無量心 這個叫做一切法 但是佛道實基實堅 就是說偏空法改的無量三千代千世界的無量重心 無量重心有無量心 佛道在當時都清澈清澈 這個叫做什麼? 食品食堅 佛的知道所有無量重心的心 它都一清一清 所以佛有時間跟實體的關係 所以它可以通達一切法 跟通達一切重心 甚至因為通達一切 所以比較叫做為法的金本 比較叫做政法義 為法的金本就是如來真理的金本 這個文章是以安睡眠睡眠 所以聖萬夫人的意思是說 佛地建一切法 它就有一切重敵的關係 空有相將 這個正在大家講過而已 所以請就鄉民所說 對無對佛三千代 就是說聖萬夫人 他本身所說的這個法 他就在佛前標下 立守政法 立守政法者 沒法的問題 那就是說 悉生生命在第三間法 這些問題都是聖萬夫人所說的 但是他到底對不對 這句不對不對 佛就知道這樣 所以這個時候 他講到這裡 聖萬夫人講到這裡 然後 立守世尊有聖萬夫人所說 立守政法 大政進力 起隨悉心這樣 那麼當時呢 這個聖萬夫人 退戰佛的時候呢 那麼這個聖尊佛得 他對聖萬夫人講 說立守政法 會生起的這個大政進力 有立守政法的人 他主人會生起 他就說他主人有大政進的力 心志呢 佛得當時 比較蓋到水悉心這樣 所以下面這句話 水悉 就是水順余所說的 心來起出一種的歡喜這樣 起出一種歡喜心 心志呢 還動於心情這樣 同一個心情 因為聖萬夫人所說的 會這個法義佛得 還是這樣 這個就是動於心情 再來呢 佛得當時 也先出一種歡喜心 所以這個就說 世尊有聖萬所說 立守政法的大政進力 起隨悉心這樣 齁 這個就是什麼 動機雄營的意思 就說本來就是這樣 你聖萬夫人所說的這個法義 我也是這樣 齁 這個意思是在說明這個問題 就是定義聖萬夫人說的 話不定大 齁 這個就是這樣 那麼 下面這句話 佛得更加說 說 如是聖萬 如你搜索 立守政法 大政進力 如大力俗 消出生活 生態科同 如是聖萬 消立守政法 令無可鬧 我不建議一宣法 令無有可 如消立守政法 現在這個就看立守政法 看有多重點 他現在還列出三點 會比喻出來 會記得 什麼叫做立守政法 政法的實相 對齁 是不是 就是有到我們 貴性 有到金利 就是如來 這個你可以來開誤 政府生活 這個叫做立守政法 這句話請記得 但是要可以立守政法 一定要有發這個地位 比較有可能 這個一定要注意這點 由文書書 才可以來立守政法 不是隨隨便便便 就能立守政法 所以 它 比較有三種的筆字 神祭 和神祖 俄樂戰壇 第一 就是筆字 台力俗 那麼 這個佛經 裡面也有一個叫做 台力王 台力俗 這是筆字 有福德藝術 那麼這個佛德 給它 印 刻 印 你說的這個話 可以 很正確 很正確 他說 如時性慢 抗互 如你所說 你說的頭上 所說的話 是實在在 像你所說的這樣 沒問題 他說 立守政法 有大政 進力 這樣 那樣 就是說 已經開五種無性法 的菩薩地處 的菩薩行者 它絕對有大政進力 就生氣大政進的地方 大政進要通行 當然是 本身有眾生下心命在 沒辦法的時候 怎麼改變 這些眾生的心理 這是隨便這樣 所以他說 革薩 你這樣 革薩是真的偉大 甚至 極難得 我們知道 因為菩薩行者 親像 聖萬夫人到 七百多菩薩的 當時 它有這種的追蹤 所以 就這樣 讚嘆 你真難得 真難得 所以你 更知道 因為 立守政法的人 親像 大力士這樣 怎麼 大力士現在 鼻子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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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 輕輕地摸一摸一摸 這個人 就大力士 你手這樣 摸一摸 可能 你會生氣 很大 痛苦 因為他還在做筋動來 那麼 你可能會忍受不了 這樣 有人要打 打 打 可能由你這個打 手 筋動跟這個神父來 神父會痛 這個太太是去說 所以這個 剛才真正菩薩 他有立守政法 但是立守政法之後呢 他可以讓魔王 生大 苦鬧這樣 那麼這個魔王 唯心的神大苦鬧 在這個佛經是有記載這樣 魔王 因為看有一位 法大心的這個菩薩 他現在就怕 怕說這個法大心的菩薩 會度無量重生 所以他就感受很多 不怕不孫 另外一個 法大心的菩提心的人 可能會 真動魔宮 這個魔宮的 創拔會離去 這樣 所以 平常有人發大心 這個魔王 對怕 這個叫做 靈魔王 生大苦鬧 齁 齁 所以這個魔 在裡面就是 惡者 是障害的 人形成法的人 所以這個魔王 如果有這個菩薩行 來自這個人間 他要建立 國中 或是所有要做眾生 他都會來 向他感受 來向他障害 這樣 所以這個是一定有的 所以現在大家祈好 可是你有發大心 還是有一個困境 這是必然的 你不能先出 藝念出來 我請大家祈好 但是如果 你如果沒有發大心 你附近 有國中的這個 又夾中 這樣就有另外夾中 你不能做這個夾中 當作是魔王 要跟你練 因為魔王要跟他練 不然就看人 聽不懂 我們是不是有到那個組織 讓魔王跟我們感受 這是要注意自己 所以 如果是國人的這個夾中 參生為友 勒夫參會 那麼這個夾中主人 都要這樣 請大家救好 但是真正這個 發大心的菩薩行者 魔王絕對會 會造成很多問題 但是佛的無關佛的灌 但是佛有時候 他沒有要管 看你這個地主的心境 到底怎麼樣 所以有時候 他就無管 無管 就看你受到魔王絕後 你是不是有真正的 真正的 真正就是一個大菩薩 心形的菩薩行者 所以他會很多感受 這是病人的事情 不是佛無能力行魔 有有能力行魔 但是地主必須 有哪要受魔 來給他魔王絕 將來 當期間 再度一些重心 他可以現出 那個真心出來 所以這個一定會有 所以親情佛陀 到最後身那邊 開始要做 你看看 魔鏡 魔孫 到魔路 先來給他感受 感受不來 還要保存出來 這個你覺得佛陀 最後身就是這樣 那麼最後身就是什麼 他說 他最後那邊 那邊出事 那邊出事 你覺得 色彩都太主 那個是什麼 那個叫做最後身 因為他的眼神 最後一邊出事 啊 他又一邊 那個叫做最後身 這樣 我們知道嗎 所以這個呢 就是要說這樣 說這樣 因為魔就是中外人 這個行善法的人 所以中外善法 的領導者 就是青魔王的剖順 就是剖順 這個剖順 現在就是在這個 他化主宰天的另外一天 那個叫做魔天 這樣 然後 不過呢 他當時 我再給他提醒一下 因為他覺得佛陀 感受不勝 所以他比較佛陀 就放掉 說我真無法理 將來 我比較 放我 那些魔鏡 魔路 魔孫 來到這個 人間 來感受你的佛法 怎麼感受 他說來吃你的飯 穿你的衣服 講你的佛 這樣 聽不懂 這樣 現在就沒辦法了 還記得 現在有很多 剖肥法 剖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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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點一定要有一個 人家說有一個 地肥 比較有可能分別出來 那不然分別不來 他可以注意這點 所以那個叫做魔王 所以魔王 其他中外善法 還有魔鏡和魔孫 聽不懂 還有魔鏡和魔孫 所以你不能說出家人 穿佛道 借定的衣服 你就說 那都是佛地主 那都是佛的法師 佛道的地主法師 你不能認識 這點要大家 要心中一個 特別跟我們交代 這不是就要交代 林燕經分 有人說 行好衣服的 剖鴻法 那麼這個 這裡喔 立修正法 可以立修正法 這是一切鴻法的根本 因為立修正法 就是無聲法 你要是可以開悟無聲法 你就會運作 肥方便 這點注意一下 你已經立修正法 就是有地肥 帝 帝帝 比較像帝 帝帝 帝帝 這句話是這樣 但是這個帝帝 比較先做帝方便 帝的方便 主委會記住,不是說我方便,隨便說,我就可以做中心 不是這樣 有地位,有發責,比較生一切五行法 這是佛道本身,因為他列修正法 然後他比較生八萬四千法的肥方便 所以那個叫做肥方便法 要注意,不是說隨便我公共的就能列修正法,不是這樣 可能的誤差,含如來建構誤差比較嚴重 要注意這點,所以肥方便,比較有可能方便算 要注意這點,所以這個無論是世間法,出世間的選法 都總是由列修正法而生,而出生 要注意這點,你本身如果是沒有列修正法的為 你隨便談,這樣不可以出在你個人的心意 最好是陰經 但是陰經我們不懂得五改喔 不可以五改經典,如果五改經典 它又是一種白,又是一種害法 因為經典的本來不是這樣 你隨便說一說,這樣不可以 我再譬如一個,你看神秀大師 他在陰經祖書那裡做教授書 就是因為他沒有列修正法 所以陰經祖書跟他說,說什麼呢 說你去做,叫他爹子去做是收記 但是如果能夠了解那個列修正法 這幾個大學是這樣 那麼我比較團列一半 那麼神秀有可能嗎? 沒有,不可能 所以神秀就是沒有列修正法 所以公災為真反省,真不追蹤 但是他也是在陰經祖書的下面 在這間改修來建構 所以他這幾個技術之後 陰經祖書說,你不得法 你沒有這條法 結果他再回去想,應該建法不是想的 他再回去想,想骨頭、熱都在想 要怎麼寫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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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 所以這個是什麼呢?寫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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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不對 在說不對 不過他就有仙 對比也是仙 不過這種不是究竟的仙 要注意這點 有對他的仙 這不是究竟的仙 所以我們在說這樣 中仙的謀就是 就是記到一點點 消消 就說一點點他已經有了究章法 有哪個現實中恐怖心 那麼這個一點點要怎麼算呢 注意我們現在來說說 港的法義完全跟空力有效性 這個叫做一點點 聽不懂 港的法 跟空義 跟師匠 跟立守政法的義 基本義有效性 這樣叫做 消消的立守政法 有哪個魔王 會生出大恐怖心 這樣 所以今天去注意的記者 這個消消的立守政法 就是 有警告的了義經 所得的法案 有警告 因為你有簽著警告 有來的警告 這個了義經 那麼你注意這個空性的理 雖然你不是本身開悟 立守政法正無性法 但是你這個佛經的基本空力 你已經看得出了 你這個叫做消消的立守政法 這樣 這種的呢 那麼天魔就有哪會怕 因為他所教出來 就是如來建告的利 就是不偏不利 這個就是什麼 中觀中德 所以這個魔王當然會怕 但是現在裡面說 惡人天惡義生 既得不夠是個人正改團而已 就是人天不可以改團 人天法是對台法 所以人天法不可以改團 但是呢 這個惡義生 當前是不夠是個人正改團 那麼這個義生要正改團 我們要有人天法做基礎 這樣 雖然沒有你本身 一定要有五改十先 如果沒有五改十先 那麼你本身要做基礎 所以這個就是職 那麼你基礎做基礎 要正義生不可能 所以一定要對這個改 五改十先改成立信 這樣來呢 才能夠 政德古著 才能夠達到職位的解脫 這樣 無名所棄 無名靈棄 才能夠免受未來生和樂死 這個就是職位 所以在裡面說這樣 這個叫做個人改團 但是菩薩下去就是正法 因為它不但正 一切分空 甚至它還在開五 中心平定的實力 所以它管理 躲進一切中心這樣 這個差別就是 理性正空 大神菩薩就是正平定性地這樣 那麼這個呢 所以佛德哥哥哥 我不建議 無一先法 兩無優格 他說他不可以看到 一個先法 就可以讓他 天無感到非常艱苦 因為先法是人天法 先法是人天佛 所以這個呢 在某人的心目中 不感覺 你這個人 有什麼特性 所以 受人天法 教人 人天法 沒有把他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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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那個 他說 他的心境就是人天法 但是 他教出來 中心也是 吸人天法 所以 某人 不感覺 連看就不需要自己看 我告訴你 聽到嗎 那句話叫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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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什麼一看 連看就不需要看 那種人沒有社會 這個問題就是 就是說 硝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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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硝 因爲 那句話叫什麼 就更為父硝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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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硝 所以 很多人 藝 的 大馬 就是 才能 他們 所以 他 那個 他 這 是 他 他 我 他 有 你的行者 必定受人的困難 你要注意這點 一定要這樣 這樣他比較願意 下掉神明仔 如果今天沒禮金的月 那麼當然就比較不可能出色 但是我跟主委說一下 大仙佛拍雕 如果燒不辣是比較好聚 我說你怎麼聽到 普拉店 你給我看要燒一仙 王爺 這麼大仙 都很好聚 聽到沒有 但是你要燒一仙佛才 這大仙會比較容易聚 聽到沒有 要燒一仙幾重 還會比較容易聚 所以佛藍雕 人要吊很久才吊得起來 所以要經過千摩萬劍 但是這個心還很短 這樣才可以當 那如果說不燒一仙佛也沒有 就不需要燒一仙佛也沒有 不需要燒一仙佛也沒有 聽到沒有 你就是燒一仙這麼多 他也不會燒一仙佛 因為你燒一仙佛就是燒一仙佛而已 那和我燒一仙佛沒有關係 那燒一仙佛的人因為燒一仙佛 燒一仙佛 所以燒一仙佛跟燒一仙佛 就差不多都很大仙佛了 這樣聽到沒有 就是說什麼呢 譬如說你今天經濟多關 那些閃燒 但是你如果沒有燒一仙佛 這也是他自然從那裡去 那何必就跟你調 何必就跟你搬 因為你最終的燒是自然從那裡來 你沒有所謂的燒一仙佛 你燒一仙佛也自然從那裡來 那何必就跟你調 那你先發的燒一仙佛 但是你沒有燒一仙佛 你必定是三億佛的人 那也不必要把你調 因為你自然就糟了 那何必管你 所以這個人看你就沒有要看你 就是那個燒養 燒一仙佛 燒一仙佛的人佛神會怕慘 因為他會到重生 讓他無競無孫監竅 這樣 這個就是那個雖然 所以這個就是親像代歷書 這樣 第一,燒一仙佛的一個 燒一仙佛的佛神佛 他親像代歷書 那麼第二,有如牛王行食無比 這個牛王是比如什麼?富家婆山 富家婆山 行食無比,生一切牛如是大生 少列少政法 生有一切二生的善金 依公代果 因為這句牛王子 烈凡經在戰父和菩薩 他怎麼知道呢? 這個三種的戰壇 我們看這個 烈凡經 字幕提供 這樣 用三種讚嘆 說這個佛教菩薩就是人中的創王 所以今天我們在這個世間假行菩薩就很健康的人 佛教中跟創兩創 另外一個叫做兩創 修中王 就是人中的創王 再來跟俄勒說這個叫無王 再來呢 佛菩薩就是親像人中的靈王 那個靈的天分寡無 阿情有代力 阿無呢 真來有說四種 這個妙法蓮華經有說這樣 說四季 意思是說四季 三季而已 就是這個叫雙腸 第一 第二叫做六腸 這個雙腸跟六腸是叫做什麼 如二生 雙腸就是阿朗漢 六腸就是佛一分 現在來得優基 如菩薩 那麽代力優基 這個叫做無二生 代力優基 他們的雙腸齁 載自己 六腸可以減載一個人 你看看那個小的 那個小的地方裡面 那個露和這床車 有的都載到那個微露 可以載到兩個去什麼 但是雙腸呢 獨特可以載一個 所以因為陸的車 比較像客一分 躲他的處來的人 因為我的車是居度的阿朗漢者 那麽這個牛肌比較像菩薩這樣 因為菩薩他可以載重生 但是代力優基 他的熱量更加大 所以這個摩阿朗 佛在天下滾生 多無量重生 他用代力優基來比辱 但是這個代力優基是 明法令和經是沒有這樣說 明法令和經是一三基這樣而已 但是這個是另外一個代力說的 因為白優基 比較像菩薩 代力優基 比較像菩薩 所以現在我們在說菩薩 就是比如說人中的菩薩 那麽人中的菩薩 這個 這樣來看一看 這個代力優 跟菩薩 就是他菩薩 立受政法 他菩薩立受政法 他菩薩立受政法 已經立受政法的代性法 已經立受政法的代性法 因為他勝過二性嘛 所以這個是對二性法來講 三性 二性、代性 所以代性法 是對二性說的 所以勝過二性的善金 正一性 因為選二性的善金 都差在對 二性的善人 他求這個個人解团 大乡菩薩 就是度中性同解团 所以為中性、世上 沒有為自己生 那麼二性的善人 是為自己生 這樣而已 這個差別在這裡 所以印度 有個嗤無的人 牧羽者就說是屍羽的人 這是以陰羽的樣子 他說在這個羽群的中間 整羽群羽 選一隻 大、大、金、勇 的羽羊 這個疏散的白羽 疏散的大白羽就是羽羊 那個經典不是陰羽 疏散的大白羽 那麼現在這個牧羽者 牧羽者他才說 選一隻羽羊後 他跟牧羽 都會正式很多重點的東西 那種重點的東西 所以這隻羽羽羽 這隻羽羽羽 比正式的羽羽 叫做 形式無比 形就比較高 形就比較高 所以沒有把這羽羽比比較高 因為他選一隻最高的羽羽 那麼這隻羽羽就是 他選一隻正式的東西 這裡面說 用重點的枯 把它增勝 那麼這隻呢 就說 形態高大 這個 模式 又在順清氣順精 聖貴一切羽 如是大生 大生 大生生者 硝烈 小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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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生法的主體 跟他的公正 相容 都是非常偉大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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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個 人王 佛國 佛哲經 裡面有說這樣 這個菩薩行者 醋法心的菩薩行者 就選過二生 你們有想到這段 怎麼 有沒有 真的 有 有這段 有沒有 有 你知道嗎 只有 只要有 仙金 有其中的努力 他就選過二生 要做這段 所以 裡面比較說 這樣 選過一些 二生的仙金 所以 二生的仙金 喔 二生的仙金 就是 平常的菩 這樣 這個平常菩 就說 因為 差不多 平常那種 不覺得很適合 但是 這個 這個菩薩做菩 還可以喔 如果是妙法的仙金 跟菩薩是 變贏了 這樣 你聽嗎 變贏了 因為它消有力量 消有力量 它只足夠 只有我們 還有 變贏了 然後 這兩種的種分 它 只有可以 保在自己 這個 所在跟菩薩做菩 就是說 一般的菩 它沒有什麼 的意思 所以 這個大生 所遇 真實性 就是因為它有公代 意思 它怎麼公代 那大生的人 眾生無辨 色管道 對不對 煩惱無辨 色管道 他們認真 什麼 那就要進了 法文無農 色管道 佛道無雄 色管道 你看看 這樣是不是非常公代 但是 這個大生的 性人 他就不幸處 他就不幸處 說眾生無辨 色管道 他就不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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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不幸處 他就不幸處 他也不幸處 這個就是第二種的 比喻 叫做菩薩 這樣 但是 我現在 我們大家 都知道這兩段 我們就跟人家說 人中的青黃 那麼 這個呢 比如說 那個大興 破仁婆山 他牽六葉的青 什麼意思 就是六波羅密 那個六幾結 就是那幾六波羅密 所以破仁婆山 牽青 叫做大興 因為青有代財的意思 青是比武 更有力 因為印度的 在山頂有東西 都用青 用青 用青 用皮 用腳 他在青木蘭 所以這個破仁 破仁 破仁 叫做大興 齁 但是這個武呢 這個是由這個 妙法 人佛經裡面的比武 所以武的力量也很大 所以 他說 人中的青黃 跟人中的武黃 那麼靈黃 為什麼說人中的靈黃呢 因為靈 會佛風煩霧 你知道嗎 會降降臨 給萬臨 給這個十元 都得到十元 那麼這個人間的菩薩 他可以依佛法為降臨 俗 讓眾生得到青梁 甚至在這個十元方面 要需要這個荷 如果萬臨 需要這個十元 這樣同意 因為這個眾生 如果沒有受到佛法的主人 這個眾生 不斷在這個空寒裡面通過 就是在這個空寒裡面 可以通過 所以這個比較用靈來做鼻子 那麼注意的 你將來 我們將來 我們將來 我們大家將來 一定要做人中青黃 人中的武黃 跟人中的靈黃 這樣比較對 這樣比較叫做大興菩薩 這段就是第二段 比如這個叫牛王子 那麼第三段更再黏了 這樣 經文說 又如蘇米山王 端嚴蘇姓 姓無中山 這是大興下心命財 他立出心 立受政法 姓不下心命財 初出大興 一切善金 和風雨生 以公大國 這樣 那麼這段 就是這個 比如蘇米山 那麼這蘇米山 我們過去 有哪有把我們 很多說明貴 的 這個不是說 我們地球的這個術生 絕對不是 因為它 四比有數大報仇 這點 大家請就好 這個是在飛空中 有百億 有百億的蘇米山 還有百億的蘇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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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只有我們這裡 這蘇米山大家請好 這是絕對政客的 百億蘇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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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蘇米山 那麼蘇米山 未來的彌勒菩 現百億的彌勒菩 來 再現百億的道是天 還有百億的蘇米山 還有百億的蘇米山 為眾生說法 這就是在這個法謙經 的這個執法改變 裡面的這個 聖代董事所穗明的 聖代董事所穗明的 聖代董事所穗明的蘇米 所以你看這個 法謙經的執法改變 就看到這段 所以這個是相關的 宇米山 會寫必有數大報仇 我們這個世界叫做南疆報仇 那麼 我們一邊用蘇米山豬 這個我們等一個 比較好睡眠 彌勒菩 好